12月16日,包括西班牙媒体和央视报道都称,梅西没有出席当天阿根廷队的训练,原因就是在半决赛中对阵克罗地亚时所受的伤。不过,虽然这些伤病是实实在在存在的,但对梅西来说,最后的决赛它应该不会缺席。 西班牙世界体育报称,阿根廷队当地时间周四在训练基地进行了训练,但梅西没有参加。这一天的训练,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将队伍分成两部分,一部分在室外,一部分在室内。室外训练主要是半决赛的替补阵容参加,迪玛利亚商与后也归队参加了训练。 主力球员则在健身房进行恢复性训练,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到训练场进行了活动,梅西则没有到训练场。 此前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中,梅西就曾出现左腿不适的情况,但赛后他表示自己的腿没有什么大问题,我感觉非常好。 随后梅西的好友阿归罗也透露,梅西和我说那是一次瘾伤,并无大碍,是老伤病,并不会影响到后面的比赛。 休息一下就好了,对于梅西来说,对阵法国队的决赛将是他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。 他无疑希望用最好的状态出战,周日将是我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。 我希望能以最好的方式结束比赛是2月16日。 央视宣布了梅西的一条坏消息,央视表示,目前梅西的受伤程度依然是未知数。 这也就意味着,梅西不一定能够在决赛出场。 法国队核心格列兹曼就表示,任何一支队伍有没有梅西都是两支球队。 如果梅西无法出场,那么法国队无疑将占据上风。 不过这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,也是他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。 想必梅西会想尽各种可能的办法出场。 散步的梅西也很厉害。 数据显示,在阿根廷3比0战胜克罗地亚的比赛中,梅西有58%的距离是步行完成的。 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中,梅西移动了8247米。 根据国际足联的统计数据,他在4783米的距离内达到了0-7公里每小时的速度。 梅西本场比赛的最高速度为28.9公里每小时,甚至低于马丁内斯。 阿根廷门将的最高时速达到了30.9公里每小时。 尽管整场比赛他只加速了三次。 数据也显示,梅西参与了阿根廷最关键的控球情况。 本届世界杯,他打进5球,助攻3球,完成23次。 其中10次射门,梅西传球295次,成功250次。 他15次闯入禁区,成功传中16次,禁区内出球31次。 拥有全届赛事最高预期进球指数。 比赛的调整,梅西合理的跑位让他依然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。 他是这支阿根廷队不可缺少的球员。 不世界杯决赛开赛在即。 一位义无商家在短视频平台分享道。 厂内已经接到了来自阿根廷客户的三星球衣订单。 球衣上的星星数量代表球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次数。 此前阿根廷队分别在1978年和1986年获得过两次世界杯冠军。 应客户要求,厂家提前将代表2022夺冠的第三颗金星印在了球衣上。 西班牙体育报纸马卡报称。 由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上表现出彩。 每期10号球衣的男女款式在阿迪达斯的所有分店都几乎被抢到断货。 据报道,阿迪达斯方面坦言。 面对巨大的需求,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生产。 以便在阿根廷队成为世界冠军的情况下。 可以将服装提供给所有粉丝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转发,我们下期再见。